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多种罕见的疾病也付出了水面。 女性不孕症症状是近几年来常见的病症,不禁在精神上给自己带来了伤害,有一部分使得家庭破裂。所以预防不孕妇科检查方法有哪些?怎么检查女性不孕症? 女性不孕症症状检查,什么什么,是女性不孕症症状检查第一步,排查生殖器官疾病排查阴道、宫颈、子宫、疏卵管、卵巢及盆腔等疾病引起的不孕,子宫的大小、位置是否正常,有无感染,子宫、疏卵管、卵巢有无肿块、压痛、复健的活动度,疏卵管通畅与否,以及子宫疏卵管,阴道发育是否正常, 有无畸形等,一、地超下疏卵管通液能够检查疏卵管通畅性和具体的位置,但是应该在月经干净后3到7天之内最好不要同房。 第二步,排查类分泌等功能性疾病,了解排卵状况,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间做血清磁激素、孕激素水平的测定,以了解卵巢功能情况,测定基础代谢功能,以了解甲状腺功能, 进行肾上线功能检查和血清密入素测定等,了解有无抗精子抗体存在等,一、血激素测定不运症及副科内分泌疾病的患者都应该做这项检查, 二、卵巢异常卵巢发育不全,黄体功能不全以及是卵巢早衰和多囊性卵巢综合症与卵巢肿瘤等疾病,可能导致卵巢卵巢发育的异常,或是妨碍到卵子排出,从而导致女性的不孕。 第三步,排查全身系统性级,并了解是否是肥胖症,甲状腺功能障碍,卵巢功能异常,自身免疫,代谢异常,糖尿病以及心理因素等影响女性生育,子宫内膜检查。 第四步,先天性输卵管先天性输卵管过长或者是狭窄,以及输卵管炎症,都能够损害到输卵管的正常功能和阻碍精子,卵子与受精卵的正常运输,最后造成女性的不孕。 综上所述,检查女性不孕症原因,不仅仅是单一方面的原因,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任何一个器官出现异常,都会出现不孕现象,建议被孕前期女性去正规治疗,不孕不孕,医院咨询专业的不孕症专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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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